潘元欣是怎么升起的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再看虚然,就是起火的助缘。 当我们人寿越来越少,进入侮着恶事的时候,虽然我们五蕴含藏了烦恼业力,但是总有人去把它点火。 这个虚然就是火苗,就是我们跟人是一接触的时候,那一面的妄动,攀元欣。 这个攀元欣,为时讲出五个重点,第一个,绿耳。 这个绿耳就是跟虚然意思一样,就是突然间,就是跟静接触的时候,第一个念头开始活动的那一个心叫绿耳。 绿耳以后开始寻求,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是好是坏。 最后决定,把这个事情的好坏决定了。 然后升起染静,我应该起贪嗔痴的烦恼,我还是保持正念,就染静心。 最后等流,就是相续。 举一个例子,比方说你到一个人很多的百货公司。 你刚开始进百货公司的时候,你的心是平静的,你心中没有火,虽然有火种,但是没有火苗。 但是你在百货公司越逛越逛的时候,你人是看多了,你心开始散乱了。 你可能看到某一个人,跟你过去结善缘,你的心开始动,或者你跟他过去结恶缘,你看他这个行为你也开始动。 最早那个动叫绿儿,但是你动的时候,刚开始还没有决定。 你开始在各方的思考寻求这个人是怎么回事。 思考一段时间,决定了,这个人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,这个物品是一个我不喜欢的物品或者我喜欢的物品等等。 进入染境,我们喜欢的人是生气贪爱,我们不喜欢的人是生气称惠,然后相续。 所以,一个人他做完功课去逛百货公司,刚开始的时候他心中可能只有火种,没有火苗。 但是百货公司一逛下来,完了,起火燃烧了,虚然火起。 当然这个火有小火跟大火,后面会说明,小火就是说,只有你一个人起火,那这个是小火。 那如果大家的心都动得很厉害,互相碰撞得很厉害,那么大家的火都升起,那就是三界的大火了。 所以他有个人的小火跟整个众生共业的大火。